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人物 过去这个周末呢,有一个你或许不那么熟悉的名字 登上了澳洲各大报纸的头版 那是个人呢,他来头不小,他叫齐明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表弟 那么一个由60分钟时代报以及悉尼晨报 这三家媒体联合调查呢 在中国观众群之中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通过这个简单的视频我们就可以看出 一切其实都起源于2016年的8月17日 那么当时呢,澳大利亚联邦的检察官呢 登上了一架载着赌场豪客的私人飞机 在飞机上面进行搜查 那么警方当时是接到线索 说这群乘客之中呢,有人涉嫌从事国际起钱行为 那么很出国人意料的是呢,乘客里面就有齐明 但是呢,其实警方并不是冲着他去的 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寻找飞机上的另外一名乘客 他叫做Tom Joe,周久明 那么周久明呢,是国际刑警的通缉犯 也是中国红色通缉令的其中一人 那么警察在搜查之后就发现他呢 还雇用了一个前的警员 跟前执法人员来为他进行安保服务 那他们除了做周久明的警卫呢,也在保护齐明 那么齐明被发现呢,或者是让人有点在意料之外哦 但是呢,自从这个事件浮出水面之后呢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外界关注的重点 那么澳洲呢,有一个有名的赌场 黄冠集团也被牵涉到了这一期的案件之中 那么过去这个周末呢,有成千上万 从澳大利亚的黄冠赌场泄露的内部文件 曝光了这个赌场跟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那么其中呢,周久明跟齐明也是被牵连击中 其实这一切信息泄露呢,都来自于一位线人 他呢,是一个前黄冠赌场的员工 叫做Jenny Zhang 那么在2016年呢,黄冠赌场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故 那么在这一次变故之中呢,有19名的员工 因为涉嫌破坏中国的赌博法律而被抓捕 那么这个蒋小姐呢,她本人呢 曾经是黄冠上海的一名雇员 在2016年的10月的时候被中国警察拘捕 那么在60分钟的这场节目之中呢 她就告诉记者说她是 工作内容是帮助安排黄冠赌场的VIP们的签证 跟私人飞机 并且呢,她曝光黄冠集团呢,是为了争取中国的豪客市场 引诱了上百名的VIP到澳洲的墨尔本和帕斯 那么这项活动呢,竟然是通过澳洲驻中国使馆来协调实现的 并且呢,这个蒋小姐她表示呢,黄冠会给使馆写信 并且呢,让他们希望他们给这些豪客的签证尽早的通过 那么在一封被曝光的电子邮件之中呢 有一位工作人员就试图为一位顾客取得更快下达的这个澳洲签证 他在这个信件中就写上说 此人被黄冠的VVIP周先生推荐 并且呢,黄冠的工作人员已经认识周先生超过十年 那么这个周先生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周久明 那么员工呢,跟来自上海跟广州的澳洲签证官的邮件来往中呢 还显示,这个黄冠集团他会通过一个叫做紧急热线的方法 去加速一部分中国客户的签证 但是呢,使馆的发言人在记者咨询的时候表示呢 他们的所有签证申请都是合法的 并且没有证据表明黄冠的顾客可以被免除在审查之外 那么像这三项这个媒体机构透露了重要的信息的 还有前澳洲边防部的一个专员 也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小片段里面看到过的 这个叫Roman Quack Vlick的这位先生 他表示自己见证了黄冠集团在澳洲的政客之中渗透有多深 他就说了自己曾经跟几个国会的议员跟内阁的成员都对过话 那么他们呢,表示黄冠集团呢 没有得到四人飞机进入澳洲相关事务的协助 并且呢,因此他们还在寻求让整个过程更加顺畅的方法 那么他呢,就认为很明显这一项的诉求背后的人员来头不小 那么根据澳洲时代报呢 齐鸣是黄冠集团的VVIP级人物 也就是very very important person 在黄冠的内部呢,是黄冠的豪客专员 有帮助过齐鸣入境这个澳大利亚 并且呢,有经手过他的经济的状况 而这个我们通过画面上这个图片可以看到 他解剖了这个齐鸣本人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职位 其中一个很出人意外的就是 他是中国的科技公司中心的一个高级的官员 并且呢,他本人呢,是一个前中国政府的官员 曾经呢,还在香港被指控过有腐败罪 那么根据《心理城报》的报导呢 齐鸣的父亲,他是齐瑞欣 也就是中国前武警部队的一个高官 那么随着习近平在政治路途上的攀升呢 齐鸣本人呢,也跟着一步步上升 特别是刚才提到中兴这个公司呢 他也是在2006年至2012年担任了中兴一个子公司的总裁 那么这个公司的最大股东呢 是中国的航空、航天和卫星的研发机构 那么此后呢,齐鸣还成为了中国 另外的一家上市的中国电信公司的总裁 那么在2014年呢,根据香港《苹果日报》的报导 齐鸣呢,住在香港五星级的四季酒店 并且利用自己跟习近平的个人关系 从事一些商业交易 报告还指出呢,齐鸣呢,跟中国反腐败当局 当时又发生了冲突 那么齐鸣本人在墨尔本的另外的一个商业伙伴 必须要提到,他叫做西蒙潘 那么西蒙潘这个人呢,涉嫌从事一些非法的贩卖亚洲妇女的生意 并且呢,有在经营着一家妓院 那么这位西蒙潘在香港的业务呢 还包括一家金条贸易公司 跟一位为意大利黑手党和香港三合会 提供财务和法律咨询的人共同的控制 可以看到图片上面这个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关系 但是呢,目前并没有任何的明确的证据 能够表明齐鸣真的在北京、香港或者澳大利亚 有一些非法的商业活动的控诉的记录 那么根据皇冠内部曝光的数据呢 在2014年,齐鸣他就成为了皇冠度假集团 50位高额中国买家之一 他对皇冠的贡献呢,有几千万的美元之多 那么在第二年呢,齐鸣还为皇冠提供了赌博现金 和大奖赛的门票 那么根据他本人的飞行记录呢 以及他跟两位皇冠中介 周久明和西蒙潘的商业合作伙伴可以看出 齐鸣他本人呢,是极有可能是直接参与到了 赌博中介活动中去的 那么上面提到这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周久明 甚深呢,他也因为在中国的红色通缉犯名单上面 特别引人关注 那么据称呢,皇冠的工作人员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叫他叫做这个Mr.Chinatown 也就是唐人街先生 他们呢,员工他们说呢 这个唐人街先生他想要的 他就能够得到 那么据报导称呢,这个周久明 他为皇冠集团也是贡献了数千万的美金之高啊 那么上文也有提到 周久明通过将中国大陆的富商运送到离岸赌场 通过这个途径来赚钱 并且呢,他试图规避中国的禁赌的法律 那么周久明呢,是通过他自己所谓旗下的这个叫唐人街中介 张富豪赌博者呢,从中国运送到澳洲 那么他运送了这些中国富豪 通常在这个赌场一出手就会是几十亿美元之高 那么尽管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 警方有对他进行了搜捕 就是在那所私人飞机上面 但是呢,他们发现得到的有效信息呢 是非常少的 那么当时呢,他们并没有发现有过多的现金 而且呢,在搜寻之后 还是允许他的私人飞机飞离了新西兰 可是呢,周久明谈判 他本人的来头其实并不简单啊 在2009年的时候呢 周久明的身价就已经很高了 当时呢,他用790万美金 买下了澳洲维多利亚的这个图拉克郊区的一栋房子 并且呢,还在2013年以1500万美金 买下了另一栋的附近的房子 那么根据皇冠集团的内部数据呢 赌场每年都会给周久明和代理的运营商中介 支付数千万的美金 好让呢,先从中国大陆来的VIP呢 前往皇冠集团在帕斯和墨尔本的两个赌场 但是呢,在跟皇冠做这些的生意之前啊 周久明已经非常富有了 那为什么呢? 根据三家参与调查的媒体所得到的数据 他们发现了有十多份来自中国法院的档案 这些档案呢,都显示 2013年的时候呢,武汉市的公安局就立案调查了周久明参加的一项涉嫌的犯罪 是一起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公司诈骗案 那么一些档案就显示呢,周久明他本人参加了勒索 并且呢,有时候呢,这些勒索还直接威胁这些管理层员工的性命 可是此后呢,周久明的三名同伙呢 是分别被判三年的这个徒刑 可是周久明本人呢,就潜逃到了国外 那么在这个报道出台之后呢 皇冠集团并没有回答关于这些中介合作的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其实法律问题呢,在两国之间是非常棘手的 比方说呢,在澳洲的法律之中呢 皇冠的运作、它的运营都全部是合法的 但是中国法律里面呢,却禁止将任何大量的现金、资金 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境外的赌场 并且呢,在中国大陆收集这个赌债也是违法的 因此呢,就会出现了像周久明这样的中介、中间人 那么澳大利亚的企业监管机构的调查显示呢 周久明是西蒙潘的商业伙伴 那么西蒙潘的妓院就开在皇冠独产后门 中介被列成了是皇冠集团决定合作的八大中介之一 那么写下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中介很大 生育很好,并且名气最大 那么在一份内部的备忘录之中呢 皇冠还把中国来的豪客分成了四个种类 分别分成呢,小鱼、黏鱼、孔雀鱼和鲸鱼这四个类别 那么唐人街中介的商业计划呢 是将更多的鲸鱼,也就是特别的大款 来吸引到皇冠赌场去 那么在2015年的前两周呢 唐人街中介带来的豪客就在皇冠的赌场 赌了2400万美金之高 那么在三个月之后 这个数据更是激增到14.52亿的美金 那么在2016年度呢 皇冠记录就显示 他给帕斯赌场支付了 给唐人街中介的2800万美元的佣金 那么此外呢 周久明还有另外一个更为人知的身份 就是呢 他是三个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有关系的组织的成员 那这三个组织分别是 澳大利亚湖北同校会 湖北商会和墨尔本华兴艺术团 那么根据报道呢 这些组织致力于影响中国侨民的社区 和海外的政治制度 以推进共产党的目标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中心的 统一战线研究专员周安南 他就曾经表示 这让周久明能够建立政治影响力 并且与政治家建立网络 然后呢 他很可能就会把一些的信息 发回给北京 那么据报道呢 周久明这些统一战线的机构 已经成为皇冠集团的常客 那么在这些组织之中呢 担任领导职位的几个人里面 有好几位就是周久明的官方的合作伙伴 并且也是赌场的高额玩家 那么在2015年的3月份呢 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就参加了 皇冠集团独家的VIP高尔夫俱乐部锦标赛 来庆祝湖北同乡会成立10周年 那么其实这个报道一出来呢 很多观众都非常想要了解的一点 就是为什么周久明他的身份 这么的矛盾 因为他一方面呢 是中共认可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的领导人 另一方面又是中共所通缉的 红色通缉犯之一 那么曾经在澳大利亚安全部门工作的 统一战线专家John Garnott 他就表示呢 在2011年的一次讲座之中呢 有一些中国的安全官员告诉他 三合会这个黑手党 也会被用于在澳大利亚帮助共产党 其中呢就包括保护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 他还说呢 北京的一些安全人员 曾经非常公开的告诉他说 他们已经让黑社会人员站在一起 来对付抗议者 那么根据报道呢 有一些报告记录显示 中共有使用暴力罪犯来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的记录 那么一些知道周久明最近活动的澳洲官员呢 就怀疑说他所谓的这些犯罪活动 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墨尔本 从事了一系列的爱国的活动 从此呢 就被一些中国官员所原谅 也解决了他的身份的二重矛盾问题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明镜人物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明镜人物 我是卓贤 自三大媒体重磅推出了一则对澳洲皇冠集团进行的深入联合调查之后 澳洲的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都继续对齐明 也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表弟进行调查 那么在今天呢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显示 澳洲官方怀疑齐明进行有组织犯罪 洗钱并且利用中国影响力 那么再具体一点呢 就是澳洲警方现在正在调查 跟齐明有关系的一家掩护机构 那么这家机构呢 涉嫌洗钱 帮助赌徒和有组织的犯罪人员 将资金运送进出澳洲 那么澳洲的调查人员 同时也在调查齐明的资金来源 那么我们在昨天的一节明镜人物之中呢 也大致地讲了 齐明为何得到曝光 那么澳洲皇冠集团的内部文件呢 就曝光了这个赌场 跟一线中介进行交易 把澳洲之外的豪客 转移到皇冠的赌场之中 来进行巨额赌博的这么一线事项 那其中呢 很多赌客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那么直接促成这一项 深入的联合调查的呢 是三大的媒体 他们分别是澳洲的时代报 The H 又征世界报 和这个悉尼先驱晨报 就画面上看的这个 Sydney Morning Herald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60分钟 那这前面两家报纸呢 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报纸 并且呢 三家的公司都是澳洲 9号娱乐公司旗下的媒体 那么配合进行这项调查的呢 还包括澳大利亚的边防部 以及澳大利亚情报局 那么这两个部门呢 都是澳大利亚政府之下的部门 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 今天的这项报导呢 黄冠的内部文件显示 在2012年到2013年期间 有超过18个月 其名在黄冠赌场下注 超过3900万的美元 那么在2015年呢 它更是晋升成为黄冠出手 最获措的50名毫克之一 这个内部文件预计它下注了 超过4100万的美元 而且黄冠赌场呢 还将其名列为VVIP 中文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这一则这个报导啊 引起外界普遍关注 也是因为其名跟习近平的关系 那么目前呢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仍然没有证据表明 习近平是否对他表弟 这一系列的商业和赌博活动 有所了解 或者说习近平有没有 对其名的商业生意 有过任何的帮助 但是呢 有一些知情人士 透露给华尔街日报称呢 齐明常常在谋求商业合作的时候 故意显示出自己跟习家 关系很好 那么齐明的父亲呢 齐瑞欣是习近平母亲 齐心的弟弟 那么齐瑞欣他曾经在 中国的武警部队服役 并且呢是共产党员 根据为中国军事历史学家 撰写的齐瑞欣的传记 他是一名革命党员 在国企工作之后呢 到了武警部队 成为了一名指挥官 那么在这个传记之中呢 作者还将习近平与齐瑞欣的关系 描写成非常靠近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的 商业文件显示呢 在之后齐明有在香港 中国大陆以及澳洲做过生意 那么最早呢是在1996年 当时呢齐明的名字第一次 出现在澳洲的公司登记名册之上 他的头衔是公司的董事 那么在两年之后呢 他在墨尔本一个 工薪阶层聚集地的北部郊区 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并且与妻子一同住了进去 但是后来呢 他们在2003年的时候 以18万6千美元的价格 将这栋房子出售 可是之后呢又在2011年 齐明的妻子 在墨尔本的另外一个郊区 用380万美金购买了一栋大房子 这栋房子呢有黄砖外墙 一个地下车库 还有金属门 那么另外一个外界普遍关注的呢 就是齐明跟中国科技公司中芯的关系 那么在2009年呢 齐明成为了深圳中芯科厂 这一家中芯子公司的董事长 那么这个公司呢 主要是售卖节能设备的 在财务上呢这一家公司得到中芯 公司创始人几个亲戚的支持 那么根据当时的报道呢 在2012年和2013年 齐明呢有陪同中芯的创始人侯维贵 参加了河南省高级政府官员的一个会议 那么后来在2013年呢 齐明还作为中芯公司的首席高级顾问 参加了中国的博鳌论坛 并且发表了讲话 那么此外呢齐明还短暂的任职过 宁波GOY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那么这家公司呢 是在深圳上司的公司 是一家机器人视频与电信设备供应商 但是呢齐明在2013年6月 在工作了短短一年之后 就因为不明的个人原因而辞职了 那么自2014年起呢 齐明就没有跟任何他关联过的 中国公司一起公开露面过 那么在澳洲呢齐明用他家的住宅地址 注册了多家合作公司 最近一期的注册记录呢 是在去年 那么目前呢还仍不清楚这些公司的业务范围 那么到底齐明跟习近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齐明又为什么会在澳洲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请到了明镜新闻观察员 何平先生跟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 这个齐明跟习近平的关系 那么想问一下何平先生 首先我们看到刚才提到了 华尔街日报报道里面有一段话 他说呢目前仍然没有证据表明 习近平是否了解他表弟一系列的商业跟赌博的活动 所以我想问您认为啊 这个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推测跟报道准确吗 我觉得华尔街日报 虽然他们好像对这个事情呢 没有做出非常丰富的前面的调查 但是他刚才下的这个定论呢 我觉得是很准确的 他虽然是用反问的方式说 没有证据显示出来 习近平对这个 他的这个表弟给予一些政治上的 经济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 但是这种反问之后和我们所 长期所了解的关于齐民和习家的关系呢 是非常接近的 早在2015年 齐民的名字就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上 那么当时我们就披露出来呢 习近平的家族试图把这个齐民呢 这个 大一灭清 要求了有关部门呢 去调查这个齐民 那么从那个事情方面呢 我们就开始追究 这个习家和齐民的关系是怎么样 我们后来发现了这个齐玉清 也就是这个齐民的爸爸 和这个习近平 也就是习近平的爸爸 这个他们关系非常好 那么这个习近平呢 跟他的这个舅舅 也就是齐玉清的关系也不错 但是呢 这个习家本人的几姊妹 他们对这个齐民呢 一直保持一个距离 甚至可以说是很不亲近 根据一些 我所认识的朋友 和齐民认识的人呢 齐民似乎还抱怨过 这个习家好像不那么讲情谊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二年习近平上台以后 试图让他自己的家族啊 从商场里面离开 那么这个 他的几个姐姐 还有这个弟弟 都希望他们能够从商场上面离开 那么对这个齐民 还有另外一个弟弟 好像叫齐涛吧 习家都是采集的 比较疏远的态度 甚至来说 这个一度把这个齐民给抓起来 大概发生在2015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2016年之后 大家再也不能从中国的媒体上面 或者是中国的公司里面 看到齐民的这个资料 因为从此呢 这个齐民就生活在 这个澳大利亚为主 但是对于澳大利亚很多华人 和一些海外的华人来讲 并不非常清楚知道齐民和习家的真实关系 因为有一点是真实的 齐民确确实是习家的这个近亲 是习近平的表弟 那么这样一种亲戚的关系 给了很多一些想跟中国建立关系的人 一些想象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呢 就跟齐民建立了某一些商业关系 而这个商业关系正就是现在 澳大利亚的政府正在追查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刚才提到 你也提到这个齐民是在澳洲 不知道为什么去到了澳洲 那么还有一点关于他的房产呢 非常有趣的一个细节 就是齐民他在2003年的时候 用18万可以为是比较低价的 出售了自己的一套房子 那么后来在2011年 又用380万买了另一套大房子 那这个过程中 您认为能不能看出一点什么呢 其实齐民最开始去澳大利亚 跟很多的华人移民到澳大利亚一样的 甚至还不如一般的华人 他在澳大利亚最开始的生活 干脆是体力活 当时他之所以这么如此的低调 和生活出现一个困难事 他当时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呢 是非常匆忙的 为什么匆忙呢 就是据这个香港来的消息啊 经过我们的查证显示出来 这个齐民呢 就比较喜欢赌博 那么他在这个澳门 有一次赌博的过程中 因为输的钱比较多 所以就被澳门的这个赌偿啊 或者是相关的财务人啊 财务人呢 就把他给扣押起来了 那么香港一个朋友 就把他给收取来了 收取了以后呢 他就离开了香港 那么所以呢 这个甚至这个 被收他的这个钱啊 都是由香港朋友支付的 那么他到了澳洲以后 实际上是非常匆忙的 非常的紧张的情况之下 到了这个澳大利亚 所以在澳大利亚相当一段时间呢 是生活得比较困难 因为他当年是 从这个武警 他从武警下来以后呢 他的这个生活 在这个香港曾经在一个 景泰南的一个大王 在他们公司里面工作 这个景泰南的大王呢 正好是靠这个薄熙来 不是薄熙来 他是无一波的家族的一个孩子 叫薄熙成 当时他就是在北京 叫工艺品美食公司 之前还是担任过 他是工艺品美食公司的总经理 之前还担任过 北京景泰南公司 那么是通过他 把这个 提名介绍到了 这个香港的一个同类型的公司 在这个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 和关系不是那么好 他离开了这个公司 离开了这个公司以后 在香港并没有好的工作 那么是陈其同的孩子呢 给了他一个工作 给了他一个机会 那么使他呢 陈晓彤 使他在上海有一家公司 但是陈其同这个案件发生之前 陈晓彤呢 就是担心有一点问题了 所以曾经就 找过这个齐民 那么齐民当时后呢 帮助这个陈晓彤 做了一些什么事 但是后来陈晓彤 很快在北京被抓了 那么这个齐民在上海也被抓了 被抓了以后呢 因为经过一段时间 神心了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他就离开了中国 就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以后 在澳门去躲锅输了 然后再回到香港 然后就拉到香港 那正经呢 就到了这个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可以说 他的生活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开始是打工 以打工为生 所以这开始他在澳大利亚 能够买上一个 十多万还是几万的房子 那是非常正常的 那后来之所以突然拒付起来呢 就像我前面讲的 因为习近平慢慢变成很有名了 变成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 那么齐民形成确实是 这个习近平的表弟 那么有一些人就认为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那么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的作用 使这个齐民就有了机会发财 有了机会发财 然后就成为了一个巨幅 那么根据这个报道显示了 齐民跟这个中兴的关系 也是非常多很关注的一个细节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 在2013年呢 他出席了一项很重要的活动 就是博敖论坛 而且他也是作为中兴的首席高级顾问 那么想问一下何先生 您对这个出席的时间点 2013年并且他跟中兴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看法 中兴公司 他本来像高杆子弟啊 这个太子党 他们担任很多公司的顾问啊 或者是董事长啊 或者是总经理啊 其实都是挂一个名字而已 那别人利用这个名字呢 去拿到一些政策上的这种优惠 政策上的帮助 我们知道中兴公司和华为 两家公司 都是最近几年啊 跟美国这个有密切关联的 这个公司 被美国政府调查 留意于这个实体清单 或者是惩罚名单 那么中兴公司这个事情 后来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主席啊 打电话给美国的总统川普 要求川普总统去解禁 那么对这个中兴 那么川普总统呢 还正如答应了 这个习近平的要求 但是这个之间和 其名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现在没有任何 证据显示出来 这个跟其名有关 而是中兴公司的战略地位 他们的这个战略价值 对于习近平来讲 是比较重要 但是呢 这很明显会产生一种 联想 那么这个 齐明呢 这可是在中兴公司的 一个下属公司 担任这个董事长 而这个公司的主要的 一个目标啊 就是生产这个节能的产品 反保的产品 但是习近平的弟弟啊 这个习近平呢 也是成长反保的事业 那么这些公司和习近平的 弟弟之间有没有什么 某些关联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 证据显示出来 但是呢 这个事情变得很敏感 因为涉及到中兴公司 那您觉得 关于这个齐明 跟习近平的关系 还有什么有趣的观察点 可以助我们的观众 在日后有这个留一个心呢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我们能够得到 这样的资讯呢 就是非常之少 应该像齐明的这个调查呀 如果没有这个 澳大利亚的几家媒体 他们根据协面所掌握的 这个资料来讲 那我们一般人 作为媒体也是很难的 这是澳大利亚的司法当局 来这个调查的一个状况 在披露出了很多细节 那么我们只是根据 这些线索和细节来 根据我们的材料 进行一个代表 现在的问题是 无论是齐明先生 还是案件里面所涉及的周久明先生 都没有在澳大利亚被起诉 如果这个案件他们 这种是涉及到洗钱 或者涉及到其他的犯罪 被起诉的话呢 有可能有更多细节出来 如果没有起诉的话 那么这个案子 可能过一段时间 大家就忘记他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和平先生给我们 进行连线分析 谢谢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 习近平跟齐明之间的 可能的联系 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上任之后 其实他最有名的政策之一 也是是最广为人治的政策 就是反腐 那么他本人呢 也有一直将此 作为他政府工作的重点 并且呢 习近平是作为一个核心 一直来开展这个工作 那么根据多项的媒体报道呢 习近平在2012年以来 还多次的警告党员 要看好他们身边的家人 确保他们不利用 亲属的职权谋取私利 并且呢 他也试图限制资本的外逃 以打击海外赌博 那我们在昨天的 民进人物节目之中 其实也提到 齐明谦涉的调查之中呢 其实是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 因为呢 当时联邦特工呢 第一次注意到他 是因为当时他们在追踪 另一个人 他叫周久明 那么在2016年8月17号的时候呢 澳洲的警方当时 收到一条线索 说呢 有一架在着赌场豪客的 森飞机上的乘客呢 有人涉嫌从事国际洗钱的行为 那么当时飞机上呢 就刚好坐着齐明 但是其实呢 警察是冲着周久明 画面上看到了这位人士 他去的 那么周久明呢 是国际刑警的通缉犯 也是中国红色通缉令单 上面的一个人 那么有一些跟齐明做过生意的人呢 就有向华尔街日报表示过 齐明呢 自己在跟别人做生意的时候 通常会提起自己跟习近平的关系 特别喜欢呢 在习近平试图越来越顺畅的时候 更频繁的提起 那么回顾一下呢 10年前 当时呢 习近平还是中国的副主席 那么齐明当时的一位商业伙伴说啊 齐明呢提议 他们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给他们合作的公司举行新闻发布会 并且呢 他还主动向这位商业伙伴提出 要带他看中南海办公室 不过呢 他说这两件事情最终都没有发生过 那么根据现有的华尔街日报援引的公司记录 可以显示到 其中有一家合作公司的业务伙伴 是持牌妓院的所有人 我们通过这一张 来自这个澳洲世纪报的关系的示意图 可以看到 右下角这个就是这个妓院的主人 他叫西蒙潘 那么这家妓院 其实就开在皇冠赌场的不远开外 那为什么澳洲可以有这个妓院呢 是因为在澳洲的维多利亚呢 新工作者是合法并且受到监管的 那么其名商业记录显示 另一位合伙人呢 就是画面上右边这位Tom Joe 他叫周久明 那么这个人呢 其实不仅是墨尔本华人社区的知名成员 还因为从事将中国好客 带到皇冠赌场的中介生意而出名 那么还可以看到这个时代报显示 他是跟中共的统一战线也是有联系的 这个联系呢 是因为他是几个澳洲华人团体的领导者 那么几个团体呢 就包括澳大利亚的湖北同乡会 湖北商会和墨尔本华兴艺术团 那么目前呢 澳洲的官员也正在密切调查 这一线的团体是否涉嫌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影响力传播活动 那么澳洲的调查官员还表示呢 周久明多年以来 由组织犯罪赌场中介和跨境资金流动的一项调查 他是核心人物 但是呢周久明其实目前并未被澳洲的官方指控任何的罪名 那澳洲的一线官员还表示呢 在2017年 其名使用伪装成塑料进口商的一个子公司 从境外获得了大量的资金 那么这个公司呢 是一个掩护的机构 是用他墨尔本郊区的一个住宅地址来注册的 那么在2017年到2018年的15个月以内 这个公司被用于赌场赌徒和涉嫌由组织犯罪成员将数亿元的美金运送出口进口澳洲的一个途径 那么华尔街日报还采访到了齐鸣的另外的一些商业伙伴 其中呢就包括一位人士他叫苏洪涛 那么这个苏洪涛呢就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呢 他以为啊当初跟齐鸣做生意的时候呢 齐鸣的家族关系可以帮助他在中国开展一个项目 那苏洪涛呢还把这个项目描述成为正常的投资项目 但是呢这个项目却从未实现 那他们两个人合作的公司目前也是处于休眠的状态 那么齐鸣去年的1月份还在墨尔本注册另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呢是黄文东 他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还表示呢 他本人并不清楚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因为他本人也一个是一个仅仅是帮助齐鸣挂名的人而已 他说呢他本人已经认识齐鸣20多年 并且表示呢你要知道他的身份和北京很独特 那么在某种情况之下用他自己的名字不太合适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一节的明镜人物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明镜人物 关于齐鸣表弟齐鸣卷入皇冠集团赌场的调查 如今又签出了澳洲另外的一个知名人物 黄向墨 那么根据悉尼城报和世界报 黄向墨也是皇冠赌场的高级玩家之一 他每年下注8亿美元之多 而他之前为人熟知是因为他的澳洲的永久居住权被没收 理由是涉嫌为中国政府服务 那么他的澳洲入籍申请也被拒绝 那么黄向墨本人呢一直否认有任何的不正当行为 并且呢正在对澳洲的决定采取法律行动 那么上述两个媒体的报道还称呢 黄向墨在皇冠赌场和澳洲政党之间游刃有余 而关于皇冠集团涉嫌从事洗钱 并且与中共官员有密切联系一事呢 也在本周早先时候被悉尼城报 世界报和60分钟这三家澳洲媒体曝光 那么这其中呢习近平的表弟齐鸣呢 也被牵涉在其中 也论一连三个跟中共高层有关系的人物都被牵出呢 让很多人在思考他们在澳洲的影响力 到底是来源何处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上呢 我们就有幸请到了悉尼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冯崇毅先生 来跟我们进行一些的分析 冯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请问您对这件事情中的主角黄向墨 他的了解有多少呢 不少 因为他是这几年一直是新闻人物 关注很多 他是2012年左右吧 移民到澳大利亚来做投资移民 然后突然在2014年就出任这里 和平统一组织会 和统会的主席 而这个位置呢 属于中共统战系统里头 在海外最高的一个位置 就是他税数也不大 然后这里很多小林 很多抢手奴林 他一下子冒出来 其实当时的很多人都很震惊 包括在唐人街和这里的政界 媒体界都很震惊 这个一下子都很震惊的一个人物 而且当时有很多传闻 就是以为他过来 是因为他原来跟 以他是广东洁阳市人 洁阳当时是两任书记 一个陈红平 一个万幸良 这两个都涉案 被中国收服了 逮捕了 然后黄色墨是他们俩的金主 所以他们当时是认为他是可能涉案 所以是避开逃过来 但是一突然又以这个非常高调的 面目出现 所以这样也引起这里的有关部门 包括他们的情报部门的关注 这样一下来呢 他一过来之后 是非常高调的做各种各样的捐款 如果你了解中国的这个地产大亨 就是地产的富豪的话 你就知道中国这个政商关系 你要发大财在地产行业 你要拿到很好的优秀的地段 你要从银行贷到非常多的计额贷款 这都是必须是跟有非常强硬的官方背景 你才能够拿到这些钱 那么他们这些商人 他要发了财之后 要巩固或者继续升级他们的政商关系 他通常做的是两种方式 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巨额的捐款 来确定他的政治地位 就变成底下的这些小官员 不敢去敲诈他 所以是他是打通各种各样的关节 就是通过他的政治地位 来去跟政府那边打通的 第二个关节点呢 就跟关键人物 就掌握失算的人物 这个尽力非常密切的联系 去当他们的白手套 或者在一起撕喝嫖赌 这个尽力密切的私人关系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看你看黄肖默 他在这边进来报道出来 他是变成这个皇冠赌场的豪客 一年的这个赌支 有八亿澳元之多 所以这个是相当厉害的 所以这里面 因为他这个赌支这么高 也很多人正常的就怀疑 是不是他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帮什么人洗钱啊 什么方式 所以现在是这里的林郑公署 也对他立案调查 原来很早之前 这个这里的情报机构 他就警告了工党的人员 也警告了这个自由党 就两个大党都收到他们的警告 可是这里的这个 这个Asio就这个我们就跟相当于中国的国安 他们的地位很低的 他们根本不把他当回事 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客政党 他本身又比较穷 近前眼开 他根本就不管这些钱包部门的这个警告 继续跟黄石墨宝是很深的联系 但后别前面关注到的人就是 他是那个工党的书记 就Sexually 我们有些人发言是秘书 对Sexually他是秘书或者秘书长 和这个一个参议员就是那个 Dem Desiderio 他这个是后来是 做得太过分 被揭露出来 因此而失职 当然他跟这个高层政客联系 还非常别的政客还很多了 那您刚才提到澳洲政府 现在也是对黄石墨跟黄冠集团 也在进行一系列的调查 那您预期这个调查结果 出来之后会对这个澳洲的政坛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当然会 因为它是现在暴露出来的信息 就是这个黄冠集团 跟几任部长 好多部长都有联系 就是这些部长直接去干涉 移民部的这个流程 就要求把一些这个豪客 加快他们的新政的申请 给他们特殊的安排 如果这样的一些事情属实的话 就是你这个政客干预法律 干预这个移民法 干预这个文官部门的 就是移民部的机体操作 这当然是犯规的 那么这周的早些时候 相信您也有看到 这个黄冠集团的案件最先爆出来 是跟这个习近平的表弟齐鸣 有这个关系 那也引起很多这个讨论 所以您对早些时候这个报导 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一点都不奇怪 澳大利亚这是风水宝地 它是被中国的很多富商高官看上 这边的很多地方很多传闻 那就是金屋长焦 把他们把澳大利亚当成这个 放他们的钱人 放他们的这个钱的地方 所以这个像这个移民之类 就是太子党有关联的 就是很跟上层关系很密切的 这些人他们被省委被收买 对象来澳大利亚这边 这个适合漂赌来这边 享受人生一点都不习惯 那么在这个时间 特别的时间段 对这个事情爆出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对黄项目的调查 也是大概进行了有两年之久 所以这个时候呢 再有一项关于他的调查爆出 您觉得是不是会影响 这个中澳两国之间的关系呢 应该讲是澳大利亚政府 和有关部门 他现在的胆子大了一些了 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 特别是像新闻的事情 是2015 2016年就已经爆出来了 他们一直押注不敢爆 就是担心有关部门的报复 包括中国政府方面 或者澳大利亚政府方面 所以他们是蛮谨慎的 不敢去招惹是非 不敢去惹麻烦 但是现在这两年呢 他们就是已经进到了 忍不合忍的程度 就是澳大利亚的 好多人讲是全面的沦陷 就是政界 商界 教育界 媒体界 都有这个中共政权 大批的代理人 为中国政府做事 甚至于执行他们的政治任务 比如像这个口筒会 黄项墨 他就是直接在这边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掩盖的 你如果别的团体 比如这个同乡会 商会 他还要做做演演 这个口筒会 他是这个没有任何掩盖 他就是统战部底下 就是统战系统里头的一个机构 就是和公然在澳大利亚这里 进行非常高调的 违反澳大利亚政策的很多活动 所以他们就是认为 威胁到他们政府的安全 国家的安全 所以人不和人来毁击 以前呢他是 这个政客们经常讲的话 说我们知道 中国的制度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们这个是 就是把它放在一边 我们做生意 再商营商 但现在他们还在转变 整个示威方式或者战略 就是把这个国家安全 和这个商业交往 联系起来挂钩 就两者不能歇割 如果这个给中国这个腐败行为 渗透到整个澳大利亚的 整个社会和政治政府里头 对澳大利亚的安全有极大的伤害 对他们的整个这个法治的 这个整个制度 这个甚至于民主选举制度 都会受到踪击 所以他们现在是某种意义上讲 是下定解薪 进身反击 维护他们的这个制度的这个 完整性 所以能不能把这个理解成为 澳洲已经存在了一种排华情绪呢 这个跟排华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这个排华是一个 这个中国政府的宣传 或者这里的一些一些爱国小领 找的一个借口 因为这个 他对包括行两年通过的 防止外国干涉法 这些法律 他针对的是外国政船 外国政府 他不是针对某群人 或者某个群体 你如果真正换过说来 他应该是说保护这里的 这个华人华侨 这个不要受成为这个中国政府的工具 来正常行使他的民主权利 维护他们的人权 去对华人本身是保护的 所以这个要有非常明确的 把政府政党和这个一个民族 或者一个中国人 非常明确的气氛开来 非常感谢冯教授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不可惜 好的 我们说回黄相默这个人物的问题 那么黄相默呢 他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其中也是因为他被曝光 曾经向澳洲的政坛 捐款数百万的美元 并且呢 他被怀疑这笔政治捐款呢 跟他的背景 政治背景有关 但是呢 他本人呢 一直是对这一类的指控 是进行否认的 那么黄相默 像刚才教授提到一样 在2012年的时候呢 就到了澳洲 并且创立了玉湖集团 那么这个集团呢 是个房地产的开发商 呃 那么他自己本人呢 也是一个亿万富翁 他的政治捐款总额呢 至少有270万澳元 去向的是澳洲的两大政党 那么在澳洲呢 捐款是完全合法的 所以呢 尽管他当时仍然是外国人呢 他的捐款企图 一直都是外界非常关注的焦点 那么在澳洲呢 黄相默之所以这么引人关注 还是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 那么他是澳洲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的领导 纽约时报有专家表示呢 这个组织是跟中国领事馆 有密切合作的 是旨在影响海外的外交政策 和华人华侨 属于统一战线组织 那么此外呢 黄相默跟黄冠集团 以及其一些员工 也关系很好 那么开头提到的 这两家澳洲的报纸呢 还透露 在后来成为了黄冠公司 事务主任的 卡尔·比特尔 就是画面上这一位呢 他曾经是澳洲 新南威尔士州的劳工部长 那么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呢 在一线黄冠的中国员工 因为涉嫌 违反了中国的禁毒法律 而被拘捕的时候呢 这位前劳工部长 还给黄相默 提供过咨询的服务 那么报道还称呢 有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黄相默当时说 自己跟中国共产党的 一些官员有联系 并且可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并且呢 他还就黄冠集团 应该如何跟中国官员 打交道 提供过很多的建议 那么在西尼呢 另外一个组织 叫澳中关系研究所 也得到了黄冠集团的资助 那么这个机构呢 是由黄相默资助的 并且由前澳洲的外交部长 Bob Carr 也就是画面上左边这位 来运营 那么这个人呢 是个亲中的人士 在这一个机构的网站上面呢 黄冠集团被列为 主席理事会的成员 那么这些调查还显示呢 黄冠集团还给黄相默的一个关系紧密的助手 他叫谢雄明 画面上面这一位支付过数十万的美金 那么这一位谢先生呢 他曾经被指控为暴力的犯罪者 此外呢 他还是一个黄冠的高级代理人 也是黄相默的游说机构的一个副手 那么黄相默本人呢 是在2012年的时候搬去了澳洲 但是呢 在澳洲的安全情报机构指控 他涉嫌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干涉澳洲事务之后呢 他就被驱逐出境 那么这里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 他是前新南威尔士州的劳工部长兼参议员 他叫Sam Das Yari 他呢也因为跟黄相默有瓜葛而被迫辞职 那么2017年呢 他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中呢 是有捍卫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 那么这个立场呢 其实是跟他本人所属的党派立场所相矛盾的 那么他本人也曾经受邀参加过黄相默举办的活动 并且当时呢 在活动上站在他的身后发表讲话 但是呢 黄相默他一直声称取消他签证身份的这个决定 是毫无根据荒谬而且不公平的 那目前呢 新南威尔士州的廉政公署呢 正在调查黄相默等的捐款人 是怎么样通过工党政客来规避政治捐款法律的 那么廉政公署同时还留意到了 一个澳洲边防部队的官员 给这个墨尔本的高级代理人周九明工作的这个细节 那么周九明呢 我们这周早现时候的节目都提到过呢 他是外号叫唐仁街先生 是个国际刑警的通缉犯 并且呢 也是在中国红色通行令名单上面的一员 那他不仅跟皇冠集团有生意上面的联系呢 也是一线澳洲统一战线组织的领导人 报道称呢 他还跟澳洲的一线政客都是有联系的 比方说维多利亚省的工党成员Mike Young 那么最近出来的很多深入报道呢 所探究的关键细节都是 到底澳洲的统一战线成员是怎么样 跟皇冠集团建立深入联系的 那么其中可以注意到的一个细节就是呢 黄项默向周久明任命 让他去了新南威尔士州的统一战线组织 而两位呢 都是皇冠集团的VVIP 也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皇冠集团泄露出来的数据还显示呢 他们集团还给黄项默免费的一些赌博信金 并且呢 让他进入一些VIP的活动 并且呢 也让他继续在申请澳洲公民身份的同时 还能进行赌博的活动 那么我们通过世界报提供的这组数据分析 就可以看到 现在画面上面就是这个数据分析的数据图表 可以看到呢 黄项默现在在悉尼定居 那么他赌博的收入呢 是一下子从2亿元涨到了将近8亿元之高 但是呢 皇冠集团一直在否认这个增长是有任何的可疑之处的 皇冠集团的VIP生活方式营销负责人 Maxwell Wang他就表示呢 我们已经调查过生活方式的转变 比如投资跟移民能够给客户所带来的收入增长 并且发现呢 通过生活方式的变动呢 的确可以让客户的收入额呈现指数倍的上升 那么另外一位皇冠想要吸引的巨额的豪客呢 就是上面所提到过的叫谢雄明 那么这个人呢 是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副主席 那么在这个月早先时候呢 新南威尔士警方逮捕了他 原因呢 是他涉嫌持刀威胁一名男子 并且呢 向他索要1000万美金 而早在2016年呢 他也作为亚洲犯罪团伙三合会的议员 差点呢 在一次事故中呢 被刺死 那么在2013年直到2017年期间呢 因为跟皇冠赌场有非常多的合作 给皇冠也提供多了很多高额玩家去澳洲 这位谢先生也因此收取了佣金数十万 那么根据刚才我们看过的这一组数据显示 谢雄明呢 类似搬到澳洲之后呢 他每年赌博收入也从大概1亿元增加到了将近1.23亿元 那么据皇冠集团的一份2015年的内部邮件显示呢 皇冠对吸引中国富豪有自己的一套策略 办法呢 就是通过提供私人地产或者私人投资之旅 甚至是私人顶级学校之旅 那么通过一封皇冠集团内部泄露的邮件就可以看到这个移民熟络之旅 是体现高规格中国人的每日生活能够让他们见证墨尔本和帕斯的中国社区 那括号里面写着这样他们就会多去了 那么这封邮件呢 是由皇冠集团的VIP生活方式的行销负责人发送给他的销售专员的 邮件上面的其余部分还写到呢 这个过程呢 可能会很漫长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持续用这个方式去推广澳洲 这就是你开发下一个亿万中介或者是玩家的机会 此外呢 一封2014年的邮件还显示呢 皇冠集团有意给谢雄明一万美金 并且呢给黄向墨两万美金 鼓励他们在皇冠下注赌钱 那么他们还给黄向墨提供了参加春季赛车嘉玲华 大奖赛和其他墨尔本活动的贵宾入场券 那么其中呢就有一封邮件写道 我很高兴的通知您 黄向墨和他的家人已经确定要去看FB方程式比赛了 并且呢他们想要3月15日的10张以上的门票 那么我们呢会按照要求送票 那么黄向墨与黄冠集团的联系呢 还包括他雇用了这个集团的员工 其中就包括一个人叫Gary Wong 那这个人呢就被他雇作自己的私人雇问 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 黄冠集团给黄向墨分配了这个Gary Wong先生呢 协助他去黄冠的赌博跟交通的事宜 那么在给他工作两年之后呢 Gary Wong就正式受聘于他了 那么自从黄向墨被驱逐出澳洲境内 去了香港之后呢 这个Gary Wong仍然在香港是他的贴身助手 那么黄向墨的家人呢 目前是仍然在澳洲的 那么黄冠集团为什么会这么努力的 争取黄向墨和谢雄明呢 那据报导称呢电子邮件显示 黄冠争取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了 两个人都跟有影响力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有联系 所以呢黄冠集团就认为 他们能够帮助招募更多的中国大款 去澳洲进行赌博 那么在2014年呢 黄冠曾经向一名中国商人提供了 私人飞机使用权和举加澳洲油 那么预算呢一共是7万美金 其中呢还包含了私人游艇 那么黄冠出手这么大呢是因为这个中国商人啊 找到了一个所谓的合伙人 那么这个合伙人呢是中国工商协会的副主席 私人负责中国的所有私营业务 所以呢黄冠对这个人呢争取他是非常有兴趣的 而且这个人也显示自己有兴趣去黄冠进行赌博 那么这个所谓的工商协会呢是中国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组织 也负责监督黄项墨旗下的一线组织 那么在31日呢也就是昨天 新南威尔士州的反贪独立委员会表示 将会在8月26日举行一场公众的咨询 并且呢向该州的左翼工党成员询问 他们跟黄项墨之间的关系 那么呢这个调查是一起对外国政治影响力调查的其中一部分 那么在30日呢澳洲联邦政府也宣布会对黄冠集团展开调查 黄冠独家酒店集团呢目前是澳洲最大的博彩集团 那么在2月份呢黄项墨的身份被取消新闻刚爆出的时候呢 明镜电视的点点青天室节目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么主讲人何平先生呢还分析了海外华人被查的现象 那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一个视频来回顾一下 还有一个消息 我觉得是也可以值得讨论的 其实我们在联络澳大利亚的媒体人或者是观察人 去了解最近大家所看到的一个侨领 轻公侨领简单来说 被认为是轻公侨领 黄项墨先生他春节的时候回中国去 结果呢进步了 回不到澳大利亚了 就是因为呢他的绿卡被取消了 这也是点点今天事已经讲了很多次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移民 好不容易拿到了西方国家的移民资格 但是呢 心里面总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呢 而要跟原来的国家连结在一起 如果原来的国家是一个跟西方价值一样的国家 你这个当然还是可以 但是明显的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很有可能会成为 外交或者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当然 这样的人不是孤立的黄项墨先生 往下没有想象 是非常之多 在美国 在加拿大 在意大利 在法国 在德国 在英国 到处都有这样的侨领 但是 这样的侨领 未来这些国家怎么处理 除非出现战争状况 那我就不知道 战争状况对待这些有缺错证据 认为他们扮演了好的时候是乔梁作用 不好的时候 说他们是扮演了中国对立人的角色 这些国家在战争状况之下怎么处理 那我就不清楚了 这个还需要看更多的资料 了解更多的案例 但是 在和平的情况之下 西方国家也是很严肃的 司法是这个国家里面的最重要的基石 不会轻来一举 把一个 你发表了一些什么言论的人 去取消你的身份 或者是把你赶走 或者是把你抓进去 但是 如果有缺错证据 你是成为中共代理人的这些人 有可能 或者是几乎可以肯定 会被所在的国家所坚持 或者说 有一天可能会找到一个犯罪的线索 查出来 那么 你可能会被审刑 有可能会拿掉身份 但是 西方国家是一个法制国家 任何人都有充分为自己辩护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是被起诉了 一定会得到法律的保障 美国的司法 加拿大的司法 西方的司法 不可能没有约案 但是 从整体来讲 你是找不到更好的法律体系 对这个被告给予这个帮助 只是说 黄小梅这个事情 给了大家一个警示 这个警示就是说 你移民到一个国家 你就认同了那个国家的价值 你就应该以维护那个国家的价值 为你的首先选择 如果你心里面还真想回到中国去 那你就回去好了 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选择 如果你想两边都扯 还有可能就把自己的抬给撕破了 两边的船 是不可能搅他两只船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人物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